感谢我们学校邀请我来分享一下 那当然呢 我不敢说我是专家啦 因为顶多就是说呢 我可能在这方面的经验 会许比较稍微丰富一些些 所以呢我就利用这个 这个把它缩小一下 利用这个Excel如何做问卷 那做问卷的这个结果 我们主要是做问卷之后的结果 做一些像书纽分析跟图像化数据的 相关的分享 那里面的话大概 你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有收到讲义的同学 应该可以看到这个 里面有一些补充资料 因为我要放的资料其实还蛮多的 那这个课程其实之前 曾经在 像那个全球人寿 他们内部有一个这个 这个内部的训练课程 那我把这个课...因为那个课程的时间比较长 不知道就是那个课程可能两天的时间 那因为我们今天的课程 只有 两个小时 所以我把它浓缩了一下 里面基本上 我就抓了其中一个范例来做一个解说 那里面当然 重点就是摆在像 书纽分析 这个书纽分析表跟书纽分析图 OK 那如果待会有时间的话 帮我填一下这个课程问卷 那问卷里面的话 主要的重点 就是说 我是希望 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个 基本程度 因为如果我不知道程度的话 那 当然 在讲解的时候 深浅难易 有时候很难掌握 OK 其中的话呢 当然你的程度是高级还低级 另外的话 Excel里面 因为Excel里面 如果你要做 书纽分析之前 当然你还是需要做 一些 资料的正规化 那所谓的资料正规化就是你如果资料不是 书纽分析表 他可以用的 这样的类型资料的话 那相对的他就没办法帮你做 这个统计分析 OK 那当然你可能还需要 利用Excel里面的函数 那 比如说 这个课程 因为这个问卷我有在别的地方也用到 所以其他的部分你们可以稍微帮我填一下 那今天的录影 我也会 把它 收录在YouTube上面 当然你 如果要看到完整影片 我也会放在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 OK 吴老师教学 频道里面 也会 放今天的内容 OK 或者说如果你希望收到email的话 你就帮我留一下email 我也会主动寄给各位 然后 另外的话呢 相关的资料 比较完整的讲义 还有线上相关的原始码 像里面比如说有公式原始码 还有牵涉到比如说录制聚集等等的程式码 那你们也可以参考这个网址 gg.gg Pivot Table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网址 输入到那个 这个浏览器上方 输入上去的话里面其实就有 一 总共有七个范例 那其中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五个范例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相关的程式码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个说明的话 其实在 云端上面其实也有啦 OK 所以尽可能的我会把一些相关的资料 补充的 比较完整一些些 好 那 首先的话呢 待会儿 就是说呢 原则上 说明一下 那其实呢 除了讲苏联分析之外 其实我 我平常授课 很多一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在 Excel的高阶函数 跟 录制聚集 那其实最重要是写VBA啦 那因为现在你会发现 因为大数据时代 很多资料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复杂 形态越来越多 那当然呢 如果你用以前的Excel函数 想要解决 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一定会 没有办法附和的 所以很多时候都建议说 你干脆写VBA程式 因为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遇到什么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听了完之后 今天你的问题 只能写VBA了 因为Excel里面的相关的函数 它是没有办法帮你 解决问题的 OK 像包含就是说呢 跟资料库连结啦 或者多工作表啦 多工作簿啦 网路爬虫 视觉化 甚至说你希望 一键完成很多的问题的话 当然 你还是要写程式啦 甚至可能还需要跟Python做协同应用 OK 好那大概解说 今天的部分的话呢 主要就是 我们重点会摆在问卷分析 前面也有几个 几个列席题啦 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 没办法讲到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线上其实有线上的讲益 或者是所有的方法啦 因为这些影片我记得我之前有录影 然后也有上传 在那个 YouTube上面 所以你可以输入那个关键字啦 其实也应该可以找到 之前上课的录影 你们也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是我的简历啦 因为我 会在学校 教学啦 其实偶然的 大部分都是因为我 写了一些部落格 然后呢 录了一些影片 那之后学校就要 像我也在我们自己学校台师大 受课 那 会找到我原因也是因为我写了很多的部落格 然后还有我的影片 OK 那因为学校老师 主任看到 好像找来找去 奇怪 交易 CLBBA好像 都会找到吴老师的东西啦 所以他就想说邀请我 那我想一想 其实 倒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师大毕业的 其他还有在东吴啦 原制啦 等等几个学校 然后 其他的话呢 还有一些 企业内部训练 因为像那个 企业也常邀请 想要找一些 不管是专家啦 当然 希望能够提供一些 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OK 那当然我是分享我的经验 那这些经验其实 累积下来应该 差不多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啦 OK 那像最近呢 下个月还有一个 一场是在那个DHL 就是 做那个 物流业 运送业的啦 OK 然后呢 他们也会希望说能够把一些经验 简化给他们啦 那我尽可能就是把我一些 以前可能 书上写的 很繁琐 但是呢 我希望能够把他简化 那所以呢 你会发现 我讲的其实很多时候是 尽量是去无存经啦 然后用比较浅显易懂的语言 让大家可以听得懂 那这是我的获奖相关的经验 那这是我的证照 我证照有超过30张以上 那像 像 像 Power BI 最近取得的 然后像那个 Python啦 或者是其他 相关的 Excel 其实我也有取得到专业级 那另外的话 我的教学频道 所以如果你Google找那个 吴老师教学 这个关键字 好像我会是放在 我好像Google里面会是第1个吧 你们可以试试看 然后 然后 再来的话 相关参考书目啦 我建议如果说你要把Excel的枢纽分析 学好的话 第1个还是函数啦 因为你 假如没有办法把资料先处理好的话 没有办法把资料正规化 那 当然 你后面要 做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那当然会有问题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说 尽可能的了解Excel里面到底有哪些函数 那要怎么用 那用的方式其实并不是 用死背的啦 因为 其实它有固定的一些逻辑 那最重要是你把那逻辑抓到 其实不管这些函数 你到底有没有用过 其实你也可以很快上手 那因为新的版本会有新的函数 那你就可以 看到那个规则 像有些函数我没用过 可是我看一下 它的相关的逻辑说明 我大概就知道怎么用了 另外的话就是说 也常常有同学问到 哪些函数 如果Excel里面没有的函数 那怎么办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Excel里面没有的函数 那其实呢 你可能就要透过VBA 自己把它写出来了 所以我发现 以前可能用VBA的人 比较少 但现在我发现 需求越来越大 主要原因应该跟大数据 这个 这个 这个整个 资料量突然爆增 然后资料的形态 突然非常的 这个复杂度非常高 然后 问题也非常的大 所以其实像 复杂的事情 如果你用简单的工具 真的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 还是建议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有关VBA的相关的 这个功能 OK 那另外的话 我在这个课程里面有用到一本参考书就是这个Excel 苏纽分析 数据 整理快又有效 这本书的话我是觉得所有在所有书籍里面相对是比较 写的比较简单一些些的 其他还有像VBA的书籍 那仿签书籍还蛮多的 不过会有个问题 都把那个 书籍名称写的很简单 但是很多同学买回去看之后发现 他这边名称是一点 都不难 可是买回去之后发现 看完之后的心得是一点都不简单 OK 所以其实 当然他吸引人家去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他是不是能够这样做到 跟我讲绝对可以 也就是说 你现在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VBA通通 可以代劳 而且 他可以全部帮你把他串联在一起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其实好处就是说很多事情就一劳永逸了 比如说你早上你要做的事情 其实你把VBA写好 你一个早上的事情 很快就完成了 执行完就OK了 当然好处就是你 那你会多出很多时间 OK 那你多出很多时间你可以好好利用 你就不用说每天还要 不断的在做重复性的事情 OK 所以其实 程式其实主要解决就是说 让你不要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那 今天的 部分 我们就是举那个 杂志的问卷调查这个案例 当成是我们授课的内容 所以呢 待会的话 请各位呢 帮我去下载这个范例档 那范例档我是把它放在 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 GG.gg 斜线 PivotTables 里面 那你们 这个大小小好像没有区分 我印象中 那你们可以从这个上面呢 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云 我们的这个 云端上面下方就会有个 范例档 然后 苏纽分析表 那你请各位把它下载下来之后解压缩 那解压缩之后的话 理论上就是 会有 这个 各位可以看到 解压缩啦 我这边已经解出来了 那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里面就会有一个 这个 很多个练习档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问卷调查01 那请各位呢先帮我开启 这个练习档 那这个练习档里面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 必须要解决几个问题 也许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因为这个也 常常会遇到的 那问卷调查有的时候会经过系统 那个系统常常就是说 可能 请 请工程师帮你写 一个 问卷调查的程式 一个网页 当然现在很多人会用Google Google表单 那 通常他们记录下来的资料 他不会给你 就是 完整的那个资料 而会是给你一个编号 为什么用编号 其实主要跟那个关联式资料库有关 因为现在关联式资料为了节省空间 所以他 通常会用编号 来代替里面 实际上的资料 所以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那我要怎么样快速 可以把这些 名称 通通都变成他后面的真正 的 这个 这个资料 那当然 你如果说 图法链刚来做啦 那当然我相信应该会 还是会有人做 做这种 就是说 复制贴上 可能会 那另外的话 还有人用什么 可能取代吧 因为像那个常用里面其实有取代功能 有没有这边有那个 这个编辑 这个 寻找与取代 那当然取代的话 那不得了了 你如果要取代的话 编号这么多 你要取代几次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叫Viru函数 这个我想还蛮常用到 只要跟关联式资料库有关的话 其实通通都会用到Viru函数 那其实Viru函数呢 大部分 都是解决所谓的 这个关联式资料库的问题 所以其实啦 当然 Excel本身是不是资料库啦 大家很多人争议啦 其实我跟各位讲 Excel本来就是希望把 取代资料库而产生的 或者你可以称他叫伪资料库吧 OK 那他当基本上 像资料库里面有关联式资料库 就是大部分现在资料库都是关联式资料库 那会需要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可以把 他的 这个什么 编号 变成他实际上的后面这个名称 所以呢 Excel也有这个功能 只是说这个功能呢 我们如果说 针对这个问卷调查 我第一个 希望能够做到 就是说 把所有的编号 通通都变成他的 他的资料 那该怎么做 OK 第一个所以请各位先思考一下 那第2个的话呢 里面我会提到就是说呢 所以呢 这个动作呢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 资料的正规化 那 资料的正规化 如果没做的话 说真的啦 那你要把资料未给 枢纽分析 表 基本上 那就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跑出来结果 就不是你要的 OK 那相对的 就是 你在第1个步骤呢 就是 会有问题啦 所以 不管说你今天呢 是用Excel也好 或者是用那个 这个 Power BI也好 你第1个动作 还是要用 还是要资料正规化 即便你用Python 也还是需要 那所以第1个 待会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做 做到这件事情 资料的正规化 就是把编号 变成 它实际上应该 显示出来的资料 那里面的话 你就 我会讲到几个重点 第1个就是说 我们会用到Vero函数 OK Vero函数 我想这个函数用的 会相当普遍 在工作上面 所以常我有 戏称说 如果你 你不会用Vero函数 你不要说 你会用Excel 为什么 因为 太重要了 工作上 到处都是 资料关联来关联去 所以如果你 不会用Vero函数的话 说真的 你到底 会不会用Excel 杀的也是一个问题 那 第2个的话 你可能要了解 Vero函数的特性 因为Vero函数的话 基本上 它查询的时候 通常呢 它需要有一个对照表 那这个对照表的话 通常查 一定是查它的第1栏 也就是它不能是查第1栏以外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的对照表里面的第1栏 不是编号的话 那跟各位讲 那就查不到资料了 OK 所以 后面新的版本 其实它还有 Vero函数有衍生叫一个Excel Excel 实际上就解决说 如果你假设你的 编号没有放在第1栏 的话 那 其实Excel Excel 其实也可以代劳 OK 那 或者是说 假如没有Excel 因为Excel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一定要买 OBIS365 最新版本才有 那如果假设你不是最新版本 那当然就没有 那怎么办 难不成说你每次都要换新的版本 那要花钱 所以通常 如果你不用 那个Vero函数 就是它假设不是放在第1栏的话 那或许你还可以配合像什么 其他函数像Match 或者像Match 配合 那个什么Index OK 那 再来的话 除了说呢 这个Vero函数之外 其实如果你要再加快你的工作流程的话 通常那个对照表 你就不要用选的 因为如果你选的话会有个问题 就选 那个跨工作表的某个范围的话 那会让你的公司变很冗长 那第2个的话 你需要锁定 锁定就加钱的符号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定义名称的方式 来解决跨工作表 的某个固定范围 OK 定义名称要怎么做 因为定义名称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 这个如果你会用定义名称 你将来就不会想说用那个跨工作表 去选取某个范围 那只是说定义名称怎么做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想要一键完成 就是说做一个公式 就可以全部完成的话 那其实你是可以怎么样 再利用那个Indirect函数 OK 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没用过 如果你没用过的话 以后呢 你将来呢 再处理一些资料上面 那就会是个大问题 因为Indirect其实上 他就可以帮你把某个 这个范围的资料 自动帮你 把它取得 并且带过来 OK 后面的话 再利用枢纽分析表 做一些 资料的分析 然后 就可以马上知道 一些相关问题 比如说呢 像我们这个问卷里面 到底 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话实际上 区分就是 因为我要做一个 杂志类的相关的统计的话 我想知道说 到底 我们的 这个 这个产品 到底我们主要的客户的 性别 哪一个为主 那年龄分布是怎么样 教育程度呢 到底是落在哪里 职业呢 到底是 以哪一部分为主 那月收入是多少 OK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就可以 比较清楚知道说 我到底 我这个商品的 主要的客户在哪里 那如果我知道 主要客户在哪里 那当然我就 针对那个部分的客户 去行销的话 那相对 会是 比较好的行销啦 也就是说 他看到他马上就会 心动 心动可能就会消费 所以你这样子就 比较有效的行销 那如果你相反的 如果刚好他根本不需要 你跟他推销 他绝对 大家会觉得说 很反感 会觉得说 你干嘛没事 一直 一直找我 一直浪费我的时间 OK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说 到底 比如说后面有一个问题 到底年龄 跟这个什么呢 他看的杂志 有没有关系 这个之间有没有关联性 还有就是哪一类的人 哪一个年龄层的人 最常看的是哪一类杂志 有没有关联性 当然 其实 你可以猜想 一般 其实在做一些统计分析之前 我们可以猜猜看 到底有没有关系 比如说 到底哪一类杂志 那当然 其实 简单可以推估啦 比如说 就是说 年龄层 比较 到某一个 像居家 像比如说有些 有类杂志是 那个什么 居家装潢 那其实说真的居家装潢 如果你没有买房子的话 或者你没有一个经济 能力的话 那当然你怎么可能会想要去看那类的杂志 所以理论上 我们推算 应该 如果会看 那类杂志的人 通常 他一定 可能年龄 我想应该要40岁以上吧 不然的话他没有买房 买不起房 像现在大家很 常听到那个低薪跟那个什么呢 就是 买房 买不起房子 房价的问题 那其实当然你也可以从这方面去思考 所以呢 所以呢待会第一件事情请各位就是先帮我做这个 第一个 用微量函数帮我把所有的这个资料查过来 那怎么样查比较简单 那第二个的话我会再说明一下 另外再做一些统计分析 那分析里面的话如果我今天希望根据 每一个项目呢 做一些统计分析 比如说每个 题目最后的结果 我希望显示出他的百分比 和他的人数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前提当然你必须要先把资料先正规化 才有办法做出来 最后的话就是说 哪一种类型的杂志 他的年龄就是在分布是在哪一个range 甚至你可以再做一些筛选的动作 那再来的话有关就是说那个问卷调查的相关步骤 那当然 以前的方式是用什么呢 纸本 不过你会发现 现在如果用纸本方式 让人家填 我觉得好像现在越来越 越少会有人愿意停下来脚步帮你填这个问卷 而且如果你的问卷 越冗长的话 说真的根本一看就想要走了 根本完全不想要帮你填 所以通常的话 可能会利用那个 手机 少一个qrcode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可能有几个选项 包含就是说要不然你就是用Google Google的表单来做 要不然就是说呢 你可能就是 自己写一个程式 配合像后端有个资料库吧 做完了结果放在资料库里面 那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类似刚刚讲的第二种 也就是说这个 理论上是 透过自己写一个程式 一个网页 网页的话 网页的语言现在蛮多的 像什么 用PHP 或者是说呢 用 ASP.NET的程式来写 写完之后就把它存在资料库 那资料库吐出来的结果 其实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 那当然如果你 假如要在 Excel里面处理的话 势必就需要用到 V-R权数 等等的功能 那我们待会的 第一个部分 就是希望可以把 这个什么 性别 马上显示成 看得懂的资料 这里的话 请各位 先 先给各位 一点时间 先试试看 那待会我们再接着来看 怎么去处理 第1个阶段的东西 那我这边先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呢